乌克兰难民的状况日益严重 联合国难民属估计已经超过210万人了 相当于乌克兰人口的5% 成为了二战以来最迅速扩大的难民危机 乌方指控俄军在东南部违反停战协议 让人到走廊没有能够撤出民众 而目前所有邻国当中 波兰是收容最多难民的 已经超过120万人 焦急的在人群中一车一车寻找熟悉的连孔 这里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区混乱的撤离现场 周三俄罗斯和乌克兰军达成初步协议 让平民百姓从战斗激烈的城市撤出 开设六条人道走廊 但并非所有路线都能成功疏散居民 两个星期来饱受恶军炮轰的民众 要把握这个机会逃往安全之地 但要离开家乡甚至与亲人分离 不少人都是抹泪上路 这一天约三万五千乌克兰人 从地图上的红色地点 包括基辅郊区 东北的苏梅 东部的一九亩 东南的沃尔诺瓦哈 马里乌坡尔 以及欧洲最大核电厂所在的安赫德 撤往橘色地区 不过俄军轰炸最猛烈的马里乌坡尔 显然没能建立安全走廊 而战况最激烈的基辅外围城市 则成功让一万八千人逃离 很多人过去十天被迫躲在地下防空洞 没食物 没水 没有光线 现在一有机会 就要赶快把妇女孩童往外送 而当巴士正准备开网基辅 远处已再次响起炮击声 停火仅短短12小时 逃离的机会之窗稍纵即逝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 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难民已累计达210到220人 目前为止 大部分的难民都是前往亲友或海外侨民处 而非待在收容中心 但接下来 恐怕会有越来越多人无处可去 大大考验乌克兰邻国 西边的波兰至今涌入最多难民 超过120万人 斯洛伐克14万人 俄罗斯9万9千人 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各8万多人 其中乌克兰西南边的非欧盟国摩尔多瓦 尽管是欧洲最贫穷的小国之一 人均GDP仅约台湾七分之一 依然对难民伸出援手 在这个距离边境140公里的宁静村庄 跨越边境的不止爆炸声 还有躲避战火的难民 部分村民张开双臂 敞开自家大门收容难民 75岁独居的梅克耶夫 上周就让来自乌克兰的一家四口 在他家住下来 他抱着两岁的小男孩 就像自己的孙子一样 这一家人过去从未到过摩尔多瓦 没有计划的逃难 让他们完全仰赖摩尔多瓦人 善意提供粮食 衣物和住所 在同一条街上 这名妇女则让他乌克兰的 殷亲一家人避难 摩尔多瓦政府表示 有数万难民就住在 摩尔多瓦一般人的家里 他们或大车或徒步或大渡轮 在涉事临下的寒冬中跋涉 踏上一条恐怕无法归乡的漫漫长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